186 明報 老闆派綠豆當高溫津貼 2015年7月15日中國A21內地多個省市更一嚴液難當 政府要求各地發放高溫津貼 唯有老闆不但得當月發放 還以飲品和綠豆等降薯物資充當津貼 有關舉動連很多中小企業員工 流動成高的農民工未能收取足額高溫津貼 全國總工會指出 各工會要督促企業判施和足額發放高溫津貼 內地共27個省區市設高溫津貼標準 以北京6月至8月室外工作者 每人每月不低於180元人民幣 成都相報